众神之父宙斯大战人类始祖亚当 你们更看好哪一方呢 大家好我是宁莫 今天我们继续来追终末的女武神 说起人类的始祖亚当 他和夏娃的故事可谓是人尽皆知 他们起初幸福的生活在伊甸园 但由于毒蛇的算计最终被迫离开 然而作为人类编号001号的选手 很少有人知道 他的实力其实早已凌驾于人类之上 哪怕是战神阿瑞斯 看到大家都会被吓得双腿发抖 即使对手是众神之父万物之族亚当 也丝毫不惧竞险强者风范 随着哨声吹响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飞过一匹天马 下一秒第七女武神赫然出现 他们彼此手指互相触碰 刹那间两人意念合一融为一体 伴随着耀眼的光芒 女武神与肉身为代驾化 身为神器直虎被亚当牢牢握在手中 毫无疑问 这注定是一场硬碰硬的肉搏战 两人站在一旁的宙斯 早已按捺不住战斗的欲望 他二话不说就直接加速冲到亚当面前 沙包大的拳头眼看着就要命中亚当的天灵盖 但他人没想到的是 这接近光速的一拳竟然被亚当轻松躲过 然而这意外的战况并没有让宙斯感到奇怪 反而还让他觉得非常的兴奋 这场比赛似乎比想象中的更加有趣 宙斯以十倍的光速再次出拳 眼看不行他再次加快速度 百倍千倍甚至万倍 狂风暴雨般的拳头接连挥出可无意例外全部落空 对此情景宙斯有点不耐烦了 他直接使出了大招黄昏流星群 可即便全速已经到达了极限 然而亚当却仍然面不改色 全部躲了过去 宙斯被气坏了 他趁着亚当忙于躲闪的快拳的掩盖下 使出了另一记杀招神之符 危机时刻亚当的眼眸中迸发出了诡异的红光 随后仅用了一个简单的跳跃 便完美躲过了宙斯的大杀招 然而更加诡异的是 亚当居然学起了宙斯的招式 他开始在原地弹跳 随后以同样的刺拳打着宙斯当场懵逼 这还没完 下一秒 亚当竟然使出了与宙斯同样的招数 黄昏流星群 然而不同于宙斯的招数 他的刺拳明显更快 更凶狠 刹那间宙斯被打得节节败退 毫无招架之力 然而还没等宙斯喘上气 亚当又使出了一记熟悉的神之符 朝着宙斯迎面而来 一笔之道 环使比身亚当的丝滑小连招 彻底把宙斯给打服了 这就是亚当最强的技能神虚式 无论对方使用怎么样的招式 他都可以一比一完美的复制出来 在与亚当的对战中 宙斯就感觉在跟镜子里的自己决斗一样 甚至对方比自己更加强大 被单方面暴揍的宙斯终于爆发了 堂堂众神之父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岂能被区区一个人类气氛 顺时间他的肌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此膨胀 终于那个人称暴君的泰坦宙斯出现了 数千年前在银河系的某处 举办了一场决定宇宙最强神明的决战 年轻的宙斯手持40米大长刀 从铜锣湾一路杀到了尖沙嘴 来来回回竹竹砍了三天三夜 愣是连口气都不带喘一下的 最后就连他的神王父亲时光的守护者 克洛诺斯也被他彻底击败 就此宙斯取代了父亲成为了新的神王 在整场比赛中他从未被击中过一次 唯一被击中的一次 就是父亲临死前的必杀一击 为此宙斯研究了数千年 终于学会了这一招 出于对父亲的震恨与敬意 宙斯将此刀命名为超越时光必杀拳 当金色的能量汇聚到极限时周围的一切 瞬间静止只有宙斯超越了时间 他使用全力挥拳朝的亚当冲去 下一秒鲜血当场喷出 然而诡异的是挨揍的并不是亚当 反倒是宙斯自己 他的头被揍的180度扭转 随后重重的倒在地上 一时间失去了意识 当时间再次流动后 全场观众看到重伤倒地的宙斯 纷纷一脸懵憋着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就在宙斯使出奥义的一瞬间 亚当几乎在同一时刻使出神虚式 布置了宙斯引以为豪的必杀技 他以分秒之差躲过了攻击 并且以同样的招式出拳反击重创宙斯 好家伙 这可太牛逼了 兄弟们把666打在弹幕上 在0.11秒的时间内先布置招式 再躲过攻击最后完成反击 这真的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吗 你说你没开挂 我卢本位的第一个不幸 场边的战神阿悦斯开始双腿颤抖 他深切的知道 就算自己在修炼1000年 也绝对不是眼前这个人类的对手 往着眼前的场景 场边的人群们开始了欢呼 他们亲眼见证了宇宙中最强的神明 倒在了人类手中 这场战斗也彻底颠覆了神明对人类的认知 无论是谁都没有想到全能全知的神王宙斯 居然输给了一个人类 然而就在裁判海姆达尔准备宣布 人类获得首胜时 宙斯竟然又爬了起来 在众人们感到难以置信的同时 他甚至还一把将头给拧了回来 虽然宙斯勉强复活了 但亚当的致命一击 还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此时的宙斯如同强奴之末 就连说话都要喘个大气 然而作为堂堂奥林匹斯的十二主神之首 哪能没点压相体的必杀绝招呢 只见宙斯再次开始了变身 但这一次他的肌肉并没有继续膨胀 反而是以一种痛苦的方式开始收缩 此时的宙斯使出了浑身解数 开始了困兽之斗 眼前的形态正是神王的第三次变身 同时也是泰坦宙斯的终极形态 恶拓魔虚 由于这股力量毁天灭地 所以就算是小宇宙全开的神王 宙斯也仅仅只能维持了五分钟 被压缩至极致的肌肉下 隐藏着极为恐怖的强大力量 就连人类十足亚当都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他收起此前的不屑 一脸严肃的摆出了防守姿态 这在这时宙斯突然猛的一个乐旗 将全身的力量全部集中在右拳上 挥出了看比其余老师的认真一拳 拳宇宙中的最强拳法 真神之右手 两人宙斯的架势虽然很帅 但是奇迹并没有发生 神叙事依然成功地将其完美复制 并且一拳打的宙斯脸都变形了 宙斯气不过又挥出一记神之左拳 但还是被轻松躲过 并挨了亚当的反击 宙斯怒了 他一拳接一拳狂风暴雨般的拳头倾斜而出 可无一例外全都被亚当闪过 很正常但似乎又有些不对劲 直到亚当的脸上青筋暴起流出鼻血 一旁的女武神才反应过来 由于过度使用神虚式 让神经回路超出了复合 再这样下去 亚当的后果可想而知 不过幸运的是 宙斯的终极形态并不能维持太久 在承受了亚当暴风咒语般的攻击后 他的肌肉开始扭曲胜出了鲜血 显然两人的身体都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就好像两杯装满酒的杯子 只要再多出一滴 那就是碑碎人亡的下场 现在对拼并不是战斗力 还是双方的耐久力 谁能坚持到最后 谁就是最终的赢家 随着战斗的白日化 两人都倾尽了全力 宙斯的每一招都是必中的杀招 而亚当也丝毫不惧 全部与神虚式尽数奉还 亚当的一记左刺拳击中了宙斯的下巴 可觉得这是一滴鲜血 却突然掉落在了亚当的眼球上 下一秒一股刺痛 瞬间涌入全身这滴鲜血 成为了压死亚当的最后一根稻草 顷刻间亚当蹊跷流血 战斗力大捷 此时的局势被宙斯瞬间逆转 亚当的神学士不仅当场失效 还导致他的双眼瞬间失明 被揍了整场的宙斯 别提有多高兴了 他终于等来可以反击的机会了 神之斧流星群一系列的杀招 灰如雨下 急急地打在亚当的身上 场边的下巴用手捂住双眼 不忍心目睹亚当凄惨的一幕 人类观众们眼含热烈 更是为了家人 更是为了全人类的生死存亡 作为全人类的爸爸 他绝不后退 终于在承受了宙斯的一记重拳后 亚当终于等来了机会 他一把薄住了宙斯的头发 随后啪啪就是一顿乱锤 这才是两人最终的打决战 一声嘶吼过后 两人开始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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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原始的护欧 双方卯足了劲儿 谁也不愿退让半分 就这样肉搏大战 从白天一直持续到了黄昏 随着两人各自挥出了最后一击 宙斯跪在了地上 只剩下半条命 然而亚当却还笔直的 站立在战场中间 这场对决是亚当赢了吗 不是亚当输了 原来早在两人的护欧过程中 亚当就已经死了 但他还是凭借着 本能挥舞着拳头 一直支撑到现在 如果这是一场比拼耐力的决斗 那么胜利者必然是亚当 可无奈的是 活着的那一方 才是这场对决的最终胜利者 最终在众人们不舍的眼光中 亚当的身体支离破碎 和女武神一起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好了 以上就是周末的 女武神6到8节的全部内容了 这场决斗过后 人类方迎来了两连败 如果人类想要获得胜利 就必须要在接下来的 十场战斗中获胜七局 但以目前的形式来看 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为了进一步扼杀人类的 斗志神秘方 在下场战斗中 竟然派出了 唯一敢和宙斯正面硬钢的男人 宙斯的哥哥海王 波赛东 而人类方为了稳中求胜 派出了日本战国时期的 最强剑客 佐佐木小次郎 波赛东和佐佐木小次郎 到底谁会更胜一筹呢 你们的一切三连 决定了我的更新速度 点击头像 关注不迷路 下集更加精彩 那我是尼莫 我们下集再见了 拜拜